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天水的家人星期五对本台表示 4月26号他们探望杨天水时 他刚从监狱的医院回到监房 家人说杨天水患有结合性胸膜炎 结合性肠炎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由于监狱的条件恶劣 自从去年10月以来 他身体恶化并且得不到适当的治疗 杨天水一直申请保外就医 但都没有获得预防的回复 他感到这样拖延下去 自己活不到刑满出狱 为了生存 他5月1号开始绝食抗争 据了解 早前监狱方面要杨天水认罪 说要给他减刑 但由于杨天水坚持自己无罪 因此他的12年刑期一直未获减刑 北京消息 据中国法治日报日前报道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当局明令禁止销售的 有关文化革命 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等内容的光盘 已经公然销售了4年 据香港人网星期五原引法治日报日前的报道说 遭到举报的上述光盘 经过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举报中心 确认为正版合法 但是报道又引述一位曾经专门负责 北京音像市场打击盗版的人士指出 早在2006年 有关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 对这些非法音像出版物展开大规模查禁 但四年后 他们不仅没有被禁绝 反而有了另一条复制生产线 将相同的非法产品投放市场 香港明报星期五消息 中国青年报星期四报道了山西农民马济文 因为不满承包的土地被村政府无偿收走 多年来不断的申诉并上访北京 却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 报道的当天 新浪网就有一万多名网民强烈反弹 许多人谴责当局以判刑打击上访者 综合消息 河南开封市检察院透露 因为在开封劳教所学员冲凉死事件中涉嫌赌职 该劳教所的一名阳性干部被刑事拘留 综合消息 自星期三以来 四川 重庆 贵州 江西 广东 湖南等南方省份 遭到强降雨袭击 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 到星期五 因灾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65人 失踪14人 255万人受灾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与星期五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并紧急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北京消息 中国卫生部星期五发布疫情报告 今年4月 全国共承报法定传染病65万9千多例 死亡1269人 其中艾滋病发病2586例 死亡698例 居死亡病例之首 此外 全国手足口病死亡175例 肺结核病死亡153例 居死亡病例的第二和第三位 以上就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